面對AI新時代要抓住契機 就有全球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專門運用數據 來幫企業量化分析營運風險 全球經貿隨著區域地緣證據不穩定 台灣總體經濟此刻要抓住 全球AI供應鏈的契機 全力推動AI產業創新 而全球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在年度大會中分析報告 氣候變遷可能造成整個運營 跟物流的成本大幅增加 我們的風險管理解決方案裡面 非常重視一件事就是 能夠用量化的工具 讓客戶看到你遇見的風險 AI先起的巨浪是機會也是挑戰 企業在管理營運中 更要運用數據量化分析營運風險 找到新財道才能續航 還有找到續航的新資源 找到避險的新方法變得更重要 另外面對全球智慧化挑戰 人才變得更珍貴 企業本身各應該有所作為 AI供應鏈的企業 在固定性的部分 各位會看到在這個基層的 專業人員的部分加碼也超過 我們的年度的這個四個% AI推動企業大轉型時代來臨 全球企業管理顧問公司 更點出企業成長五大關鍵契機 包含探索AI應用強化組織 以及用於挑戰變革人力轉型 企業營運轉型 除了迎接AI時代 更需要結合數位化工具 掌握跨區域的組織和人力數據 迅速調整企業管理機制 接軌市場需求 見楊潔YTTV報導